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高法林 欢迎收看法林追问第27期 这期节目我们要继续谈一谈钱 昨天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 是美国的感恩节 中国没有感恩节 如果有的话 中南海诸功 中共从第一代核心到第N代核心 都应该感谢共产国际大力出钱出力 把它扶植起来 掌权都涨了70年 我上次提到一位日本学者石川真浩 他分析 如果按照日本中国朝鲜工人运动的发展状况看 成立各国共产党的先后顺序 应该是日本中国朝鲜 但现实却恰恰相反 石川认为 单就成立共产主义组织或迟或早来看 决定因素并不在于有无工人运动 或者是否已经接受了社会主义理论 而在于与俄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接触是否便利 这是复可否认的 按照石川的分析 建立共产党的先后顺序 就在于共产国际介入的先后顺序 记得我曾经说过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是因为离开莫斯科到东方来的时候 途经维也纳被逮捕 不得不变更路线 没有按照预定计划先到日本 而是先到了中国 所以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7月成立 而日本共产党呢晚了一年 1922年7月才成立 石川的说法我看也正是这个意思 共产国际的介入主要是三个方面 一个是用马克思列宁的理论 给中国这些知识精英洗脑 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 洗脑不成功或者说对洗脑有抵触不信任的人呢 他就不加入中共 或者参加了之后也中途退出 分道扬镳 像一大代表中的李达 陈公博 周佛海 包惠僧 像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张申福 先后脱党 最后甚至陈独秀也不肯再回到党内 道不同不相与谋吗 在中共看来这些人是动机不纯正 意志不坚定 他们的退出只会使中共组织更加纯洁 共产国际介入的第二个方面 是建立严密的组织 制定严格的纪律 传授忽悠民众的葵花宝典 地下工作的独门秘诀 而第三个方面就是财政支持 那就是给钱 到底给了多少钱 大家都很关心 但是迄今为止 要精确的统计中共诞生初期 共产国际究竟提供了多少资金 还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 为什么呢 共产国际不是都有账可查吗 可是问题是 还有账外账 账后账 账下账 中共中央编译局的研究员徐员工 在好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就讲了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拨款 往往并不完全按照预算来拨付 举个例子 1922年12月共产国际确定了1923年中共的经费支出总额为12000金卢布 但实际上拨付的经费大大超出了这一预算 共产国际派驻上海具体负责拨付经费的工作人员维尔德 1923年7月26日 在写给维金斯基的密信中就说 5月底 我收到从莫斯科经北京进来的 3500美元和278英镑 其中用于工会国际工作278英镑 帮助因铁路罢工而遭难的中国工人1000美元 按4月5月6月3个月的给中国共产党预算1500美元 用于召开代表大会1000美元 徐元公他说呢 其中啊 维尔德的这封信 其中帮助因铁路罢工而遭难的中国工人1000美元 以及用于召开代表大会的1000美元 就都不是经费预算中所包含的支出项目 这一年 金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吴佩福调动2万多军警 在金汉铁路沿线镇压 工人被杀40多人 伤200多人 被捕60多人 被开除1000多人 所以呢 中共呢 共产国际就通过中共呢 就给他们剥复了一部分救济的费用 第二 刚才说的第一啊 就是往往不按照预算来剥复 第二呢 就是有时候由于一些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粗心大意 导致少数汇款呢 既没有标注是何人所汇 也没有指明汇款作何用途 比如1923年5月22日 刚才说到的这位管分发的维尔德 从上海发给共产国际的一封密信中 就说昨天收到远东银行9600 我不知道是谁会来和做什么用的 判告 第三呢 是莫斯科向中共提供经费支持的部门和渠道 并不是单一的 除了共产国际以外呢 后来赤色职工国际 青年共产国际 以及国际革命战士纪念会等组织 也向中共及其领导的工人运动 青年运动提供过 经费支持 不过一般数量比较少 提供经费的各部门之间缺少沟通 或者沟通不及时 非不为也 是不能也 因为当时中共从事的是非法活动 国际组织援助中共呢 也是犯计的事 当然得保密 得掩护 这些给钱的部门呢 他就不能互相通气 那么这样就可能出现重复提供经费的情况 这要精确的统计具体的数额 当然就更难了 四 是因为啊 有时候中共的经费实在紧张 共产国际派驻上海负责联络和财务工作的人员呢 他会临时将应当转交给其他国家共产党的经费 对不起 咽过拔毛 截留一部分给中共救急 比如1923年3月11日 维尔德在上海写给维京司机的一封信中 他就说 我从宁记给日本共产党的7500金卢布中 转给了日本共产党5500金卢布 根据马林同志的坚决要求 鉴于中国共产党急需资金以及发生罢工 其余的款项我留下了 那这一次就结下了2000金卢布 那在共产国际的账上 那就反映不出来嘛 从商文可以看出啊 中共诞生初期共产国际啊 他给钱的方式啊 主要是由其指派专门人员 直接将钞票转交给中共 解密的马林档案中啊 他就保存有张国焘 蔡和森 陈独秀等人 在1922年 1923年 从马林这里提取具体数额经费的签收条 但是共产国际的经费 又是怎样到达维金斯基或者马林首帘的呢 解密档案中 如1920年8月17日 维金斯基再从上海发给俄共部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那封密店 强调了 特意强调了给他上往上海汇款的地址 上海全额 全额 额国的额 全额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塔拉索夫收 这些钱怎样到达上海的 这个刚才我引证过的1923年5月22号维尔德从上海发给共产国际的那封密信呢 就解答了这个问题 昨天收到远东银行9600 这里所说的9000 所说这个远东银行啊给了9600 有600块钱的远东银行是苏俄政府开设的一个金融机构 其主要办事处 在哈巴罗夫斯克 之所以开这个银行主要就是为了共产国际在满洲 满洲就是中国的东北了 在满洲和全中国的工作提供资金 大量收购金钉运往莫斯科 销售在苏俄征集的贵重物品以换取外汇 为共产国际的谍报员保留往来账户 1922年远东银行在哈尔滨开设了分行 同年初呢 苏俄政府还在哈尔滨设立了一个商务机构 西伯利亚远东对外贸易局 通常莫斯科把钱先汇到远东银行 再从远东银行汇到上海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 不过有时候啊 莫斯科也会通过别的线路将款项汇到上海 比如1923年维尔德在一封写给维京司机的信中就汇报说 您通过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西伯利亚州管理局 寄给中国共产党的三月份预算经费和电报费用 1300墨西哥员已经收到 再比如上面提到1923年7月26日 维尔德写给维京司机的信中所说的 5月底我收到从莫斯科经北京进来的3500美元和278英镑 这些材料都说明了共产国际给中共汇款的线路 它不是单一的 提供经费的第二种办法 是共产国际有时候会派遣信使 直接把钱从莫斯科带到中国国内 交给在华开展工作的共产国际代表 这是比如俄共部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 在发给维京司机的一封电报中 就很焦虑的询问他 您是否已经收到我们托付幽林带去的2万美元 请尽快答复 再比如1922年9月18日 岳飞这是苏联的苏联人了 俄国人了 岳飞在长春写给马林的一封密信中指出 格克尔同志将把共产国际执委会 拨给的3000墨西哥园交给您 所说的幽林和格克尔都负有转交 转交钱的重任 在很多情况之下 特别在共产国际诞生初期 共产国际提供给各国共产党的经费 不是卢布 甚至不是现钞 而是珠宝钻石 有时候甚至是鸦片 比如1922年4月 苏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 这个职务就相当于中国的外交部副部长 就曾将价值60万卢布的黄金 和价值400万卢布的证券交给了朝鲜人 目前没有掌握文献资料 可以证明共产国际曾将珠宝钻石等贵重物品 直接交给中国共产党人 但是有不少解密档案文件证明 共产国际曾将珠宝钻石 拨付给具体负责中国事务的主管部门 是由这些部门安排人把这些东西卖出去了 再把纸币转交中共 比如1920年 那还是在共产党一打之前 12月21日 俄共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 成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就指出 至今东方民族处未从中央机关得到一个美元或者其他货币 而没有钱就无法在东方工作 确实从西伯利亚局得到了一些贵重物品 他就指的就是钻石了 已经拿到东方去出售 并且答应给十万美元 但是出售钻石需要花费很长时间 再比如1921年6月18日 这个已经是中共一大召开的前夕 在卢族塔克主持召开的共产国际一次工作会议上 当时中共还没有开一大 就通过了一项决议 这个会议 共产国际这次工作会议就通过了一项决议 拨出一大笔款项 中国货币及相当大数量的鸦片 作为向中国南方派遣谍报研的费用 珠宝钻石这些东西它体积很小 信使们只需要把它藏到皮鞋的鞋掌和便鞋的后跟都可以了 共产国际的一份档案材料 证实当时共产国际经常用这种方式向境外发送经费 比如1919年的8月18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务委员克林格尔 在一封写给俄共部中央书记斯塔索瓦的信中 就回答了为什么共产国际各个机关需要相当数量的皮革 他说我们需要皮子是为了做鞋掌 我们要把贵重物品 括弧主要是钻石藏在鞋掌里 而鸦片呢则是用钳纸和胶布包裹好 这样就能密封住特殊的气味 往火车头电动机车厢 餐车或者客车车厢不容易发现的地方 一藏就可以了 这些东西啊运送到上海等地啊 就可以换成高额现金 如何看待中共诞生初期 共产国际这样经常的大量的 甚至不择手段的喂买呢 徐元公认为 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 对诞生初期比较弱小的 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发展 起了重要作用 中共一大召开的前召开后 都发生过一旦缺少来自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 不少工作就立即陷入瘫痪状态 1924年9月7日 陈独秀在一封写给维京司机的密信中就哭穷 我们党的经济状况很严重 由于经费不足 许多方面的工作处于荒废状态 我们希望您立即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 给我们寄来7、8、9、10月份的经费 其次呢 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共的经费 常常出现滞后或者延误的情况 对一定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呢 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比较复杂 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呢 是将珠宝和钻石等等贵重物品兑换成现金 花的时间很长 1923年11月25日 共产国际驻华工作人员斯列帕克 在一封写给维金斯基的信中就指出 经费对中国共产党起着巨大的作用 其实这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 也许对其他许多共产党都是如此 简言之 在10月、11月、12月 都没有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那里得到钱 而有整整六个月没有从红色工会国际那里得到钱了 您应当考虑一下这件事 并尽快采取措施 把这些钱立即汇出来 当然中共创始人不是傻子 他也知道只拿共产国际的钱就会受制于人 所以他们也希望从别处开闭裁员 1923年7月1日 陈独秀在写给共产国际负责中国事务的另一位领导人 萨法洛夫的信中就说 他透露了这段话 我看呢 这也说明很多问题 你听我念这段话 依我看 可以无条件的接受所有人 军阀资本家 这是他的原话 军阀资本家 对金汉铁路罢工运动受难者的帮助 因此我们就从张作霖那里得到了一万元的帮助 我们认为这种办法对于工人没有什么不好 而对恢复组织只有好处 莫斯科对中共提供经费支持 动机是多方面的 也不能说他没有一点发扬国际主义啊 援助弱小族群这样的意思 但是呢 更有利己主义实用主义的司马昭之心 列宁推动 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共产国际 他的用意啊 就是要发动和推进世界革命 在周边可能对自己形成威胁的邻国也好 在资本主义阵营敌后也好 他要燃起造反之火 作为巩固自己的苏维埃政权的重要法宝 出于这一战略 莫斯科一方面与北洋政府保持外交关系 一方面通过共产国际 暗中支持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支挑战力量 而且他们看到国民党社会的社会基础啊 他比共产党雄厚嘛 更有可能夺权成功 所以资助国民党的力度要大得多 共产党人蔡和森在一份成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就抱怨说 仅仅国民党一份机关报 上海民国日报 这一种报纸得到共产国际援助的经费 就超过了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经费 在孙中山制定了联俄联共辅助工农的政策后 对国民党为主 共产党辅助的广州政权 更是提供了 苏联呢 更是提供了大批的军火援助 1926年7月 苏联向国民军提供的步枪 就有55,857支 各种炮60门 机枪230门 还有各种子弹炮弹数千万发 北伐开始后 苏联在10月间 还向国民军提供了3500支步枪 1150万发子弹和三架飞机 10支火焰喷射器 这方面资料太多 我就不细数了 好 这次节目就讲到这里 感谢各位收看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孔光里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